以前在印尼要买东西,大概就只能到Shopping Mall去,吹冷气逛逛街才买再吃个饭,是印尼人休假日最喜欢的休闲活动。 我们介绍过很多集Shopping Mall的介绍,可以点这里看看。 不过Shopping Mall逛来逛去会发现,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连锁店,卖的东西也是大同小异,有些东西还买不到,像是我的这个小米喇叭,还有这个我爸买的这个米加电动螺丝起子。 还有如果你想买几个转接头啊,转接线等,在购物商场中几乎都找不到。 另外就是印尼的国土很大,有些人地的地方特产,非常不容易买,但是透过网路就方便了,像是上次我们回台湾送给亲朋好友的巴黎岛伴手礼,就是上次我们介绍过的巴黎岛美食伴手礼。 直接透过TOKOPEDIA订购,从巴黎岛运送到雅加达,我们再带回去送人,我们家的采购总管还在TOKOPEDIA买过,姜黄粉,白树油,一些小家具等等,因为在网路上很容易比价。 这也是省钱购物的一种方法哦。 说到省钱,上次我在连锁玩具店看到的这把NRF枪,特价一条二。 结果在TOKOPEDIA上买,八十万,省了台币接近一千元。 小贼才小六,当然不可能先上购物,因此这一集就由我们家的采购总管,为大家做介绍与分享。 如果开车在雅加达的高速公路上,不难发现,两旁数量很多的灯箱和大型看板。 而其中有很大的比例都是各大电商平台的广告。 大家都为了印尼这个拥有2亿7千万人,人口排名世界第四名的新兴市场摩拳发展,抢战贪头。 在众多平台之中,2019年造访量最大的,也是印尼土生土长的电商巨头,就是TOKOPEDIA。 在2017年,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还对TOKOPEDIA入股11亿美金,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连中国电商龙头都对这个市场还有平台信心满满。 TOKOPEDIA的经营模式是C2C,也就是他们仅担任平台提供者,相当于中国的淘宝或台湾的雅虎期末拍卖。 他们的核心愿景就是帮助当地小企业利用网络发展业务。 TOKOPEDIA这个名称也很有意思。 他们的LOGO就是有一个购物带和博学的猫头鹰结合。 从字面拆解,DOGO在印尼语地址商店。 PEDIA则是希腊字根,代表教育与学习的意思。 例如百科全书Incycropedia,维基百科全书Wikipedia都有这个希腊字根, 把DOGO和PEDIA组合在一起,则有不断学习的商店的意思。 接下来,教大家如何在TOKOPEDIA注册购物。 首先,用电脑或手机进入www.tokopedia.com,按下.par注册按钮,进入注册页面。 TOKOPEDIA提供三种方式方便注册。 你可以用你的FB帐号或是用Google帐号。 这两个方式注册都不用再填写资料,是最方便的注册方法。 第三种,就需要手动输入资料。 要完成注册,必须输入本地的电话号码。 接着,TOKOPEDIA会传给你一组确认码到你的手机。 在注册页面上输入这组确认码便可完成注册。 在电脑版进入TOKOPEDIA首页,最上面是产品搜寻框。 输入你要搜寻的产品名称就可以搜寻比价。 如果不知道要买什么,可以点这里的特价优惠。 或是直接进入这里的商品分类。 在这个区块,TOKOPEDIA上除了单纯的购物行为, 还可以订机票、火车票、订旅馆、佼佼、水电、瓦斯、网络、第四台等。 透过一个平台就可以管理你所有的金额支出,真的是非常方便。 此外,在首页上常常也会有贴合时事的重要讯息。 现在,在印尼人们最关切的武汉肺炎COVID-19感染人数, 在这里也有及时更新最新资讯。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。 如果你的印尼文没有很好, 你可以在首页的最下方把界面切换为英文, 你就可以更容易了解TOKOPEDIA操作的逻辑咯。 找到一项您终于的商品后, 在产品页面的描述也令您满意, 不要高兴的太早。 最好先用Chat的功能联系败家, 问一下是否有货。 由于TOKOPEDIA开店免费, 难免会有一些幽灵商店, 根本就没有人在经营, 或是店家库存量没有及时更新。 因此千万不要急着订购付款哦。 第二个技巧是缩小搜寻范围。 这个意思就是说, 例如你仍在雅加达, 但是商品在似水。 虽然印尼的货运费用低, 但是最好还是找附近的商品, 免除运送的各种风险。 在搜寻结果出现后, 左手边的Logacy选择地区, 手机板则选择Filter, 过滤搜寻范围。 最后一个小技巧是, 只搜寻有限货的商品。 勾选Bainia的Ready Store, 是有限货的商品。 Preorder, 则是需要预购的商品。 Tocopedia的付款方式, 是比较难让人放心的。 您的付款或转账, 并非直接进入店家的账号, 而是先付款给Tocopedia。 Tocopedia收到你的款项后, 会通知卖家出货。 一直到买家收货后, 在商品管理之中的Sambay DuJuan, 确认收到商品, 并按下SlaSai完成交易。 或是在收货后48小时后, 系统自动完成交易。 Tocopedia才会将购物款项 付给卖家。 这样即使有部分真的需要预购的商品, 付款也会付得安心一点。 根据Data Report的资料, 印尼持有信用卡的人只有2%, 因此在印尼要经营电子商务, 就要提供多种的付款方式。 Tocopedia除了支援印尼的各大银行转账付款之外, 并与印尼的电子钱包Ovo合作, 可以直接用Ovo账户余额付款, 提供给消费者更多的方便。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 如果印尼文不好, 要如何搜寻商品呢? 其实有很大部分的商品也可以用英文搜寻。 英文的搜寻结果中, 你可以再进一步认识相关的印尼文关键字, 接着再利用那个关键字进一步搜寻。 或是你也可以利用Google翻译, 找到英文或印尼文的翻译哦! Tocopedia的操作界面并不难理解, 使用的过程也很顺畅,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购物平台。 印尼的购物商场同值的商品太多, 可以选择的选项真的不多, 无论到哪一个shopping mall, 可以买到的东西都差不多, 真正要找多样化的商品找便宜, Tocopedia是住在印尼的朋友们, 购物的好地方哦!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, 大家还是减少出门, 都弄手指购物吧! 小杰带您更参数认识印尼巴黎岛的, 热门精简与语言文化风情哦! kę